为了解澎湖地区电信普及服务执行情形 中华电信公司总经理谢继茂 协同南区分公司 以及澎湖服务中心同仁 陪同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委员 视察偏远离岛建设 以及宽屏数据通信服务成果 电信是跟外界沟通最便利的方法 比写信或什么都要方便很多 那透过我们在偏乡的基础的宽屏的建设 那几乎世界就可以看到偏乡 比如说你那边有什么特产 通过你网站的设置 全世界人都可以看到你 那在偏乡的人 他也可以透过网络看到全世界 他也可以看到伦敦看到巴黎的博物馆的情况 我想电信建设还是一个非常重要 让偏乡接触世界的一个方法跟窗户 106年7月3日以及4日两天 在NCC主委詹廷怡的率领下 多位委员共同出席 实地测试工作的整体流程 会中由澎湖服务中心同仁 向委员们简报 偏远离岛建设概况 同时上网测试在学校与现网中心联系的速度 总经理谢继帽感谢爱门国小校长与师长们的协助 同时针对委员提到暑假期间 是学生休假的时候 宽屏数据通讯较难反应平时上课实况 中华电信人员进一步说明 平时是以师生使用尖锋 作为提供上网服务的查测时机 现场并且实际连线到台湾高雄中山大学的速率 结果相当良好 本次查核张时中委员特别关心网界网路 对偏乡学生的数位学习成效 我们不只是要能够在基础建设上有适当的频宽 另外很重要的是要能够了解说 有了这样的频宽以后 对于老师教学的方式 比如说上课的时候 就用联网 用iPad 用Pad来做学习 能够接触各式各样的教材 那学生们在学校或回到家里面 透过这个比如说Tarnet 上网学习的时候 能够让政府所投资的基础建设 发挥最大的效用 除了宽屏数据通信品质查测外 委员们一行人也来到中华电信 位在澎湖湖西机房 进行试化服务品质 波接测试 以及设备的查核 针对各家业者的国际电话波接情形 一一进行测播 测播 以上 不经济地区电话品质查测全不结束 中华电信公司历年来除了在澎湖进行各项电信建设外 离到偏远地区同仁也不忘在地相亲 经常主动捐输 在各项企业社会责任的工作上不遗余力 在这个CSR这个区块也弄得不错啦 因为他们也很感激 你看那个新闻就露出感谢状也给我们 其实这个区块 澎湖真的在这个领域 希望由我们发挥这个善心 我们本身单位能够向我们基金会或什么可以提供出来 帮助这些弱势团体 NCC主委詹婷怡在此行中特别提到 本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 除了希望改善国家整体通讯服务品质外 更希望与业者携手 强化电信建设 让各部会以此作为基础 发展各项数位应用的亮点和创新作为 这次在前单基础建设里面 NCC还是比较以基础的建设为主 但是在刚刚谈到的这些相关主管的部会 他们也有编列相关的预算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跟基础的建设 能够做一个借鉴 也是以宽品服务为目的 但是已经导入了这个应用的需求 所以其实整个前单基础建设 特别在数位建设的这一块 以NCC的这个宽品基础建设为基础 往上发展的各种应用跟服务 相信会是未来我们 在社会国家创新经济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发展的项目 针对澎湖县发展迅速的观光产业 多位委员对政府机构 民间企业以及民众使用的需求 期待业者能够提供 更坚实的建设加以因应 中华电信则是在提供 数位机会均等的工作上 落实提供企业资源 配合发展地方特色 希望透过这些基础经济让台湾省的每个地方 偏乡 离岛 高山也好都可以连在一起 那也可以让偏乡的民众享受到宽品的好处 比如说我们可以远距医疗 医疗医疗医疗很难到远方去 或者是远距教学 偏远的地方小孩子他没有很好的老师 但是透过远距教学呢 我们就可以把老师透过荧幕送到小孩子面前去 那相关的这些建设IOT 物联网 这些都需要这些基础建设 电信建设来做 所以我想我们要投入大量的建设 也是为了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 此外由于澎湖地区严害相当严重 同时对于道路开挖所产生的亏损情形 中华电信也尽力满足澎湖地区居民 和旅客的权益以及需求 希望在离岛发展多元教育 健康照护以及观光发展的工作上 多所努力与付出 提升离岛居民的生活品质